两岸若开战 台军到底能守几天 若中国开始攻台 台湾到底能坚持多久 台当局前安全官员蔡德胜 在一家智库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 台军要把战争拖到两周以上 才能够争取纵身 台军可能抵挡得住解放军的第一击 但面对后续的第二波 第三波攻击就会非常艰朴 蔡德胜说 台军无法单独对抗解放军 美国纵使有新声援 但是在考量自身利益之后 到底会采取什么行动 也是台湾需要考虑的问题 蔡德胜表示 两岸之间最怕擦枪走火 会否发生武力冲突 虽然未可施 但毫无疑问战场一定会在台湾 蔡德胜称 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解放军一定会打贪婚战 不会打全面战 目的是要一战兵坛 在接受台湾东森新闻电视台专访时 台北市长柯文哲屡屡喊跨台当局 批评其兵役制度不够合理 称当局口口声声喊台独又取消征兵制实行募兵制 并质疑大陆如果打来 台军是否撑得过两天 该言论在岛内引起巨大争议 柯文哲表示 那是美国老大哥的意见 柯文哲在节目上回应称 他对征兵 募兵制度的意见都是美国的意见 在选举之后 美方曾多次与其接触 他还在节目中强调说 你以为我那么聪明会懂那个什么募兵制 他表示此前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莫建 曾对台湾采用权募兵制表达关切 认为会增加人事费用 占掉所剩不多的国防预算 此外他还提到 美国国防部2013年的报告 就质疑台湾用募兵制会让人事费用占太多 挤压到军构的钱 对此台湾网友不讽刺地表示 台当局也只会嘴上说说而已 搞募兵制也是不自量力 美国我也只是在以被挤压军构的钱罢了 中国原南京军区部司令员王洪光中将 直接就说了 真的武力收台 时间已小时计 虽然一直以来我们都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但我们从未放弃使用武力 台独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台独 武力就是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终极手段 这是反分裂国家法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是不会改变的 其实反分裂国家法中 规定的武统条件也非常简单 三个其中之一出现即触发 一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 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则武统开始 二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则武统开始 三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则武统开始 事实上不仅台湾人不想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大陆同胞更是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 所以不到迫不得已是一定不会启动武统选项 两岸实力这么悬殊 都没有走这条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如果未来某个时候真的启动了武统 就一定是和平统一的希望是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不得不采取武统措施了 一会儿 不得不归 我突然认出对